即将过去的2022年对每个人都是充满考验的一年 在我们满怀信心抗击疫情的时候 另一个地方的人正在面对更大的危机 这里的天空乌云密布 一道道闪电直披地面 据想过后 地上竟然出现了很多深不见底的裂缝 据说是邪恶的外星飞船 用闪电把装着机组人员的驾驶舱送进了裂缝里 并进入数万年前就埋在地下的机器人中 这些机器人被启动起来 发出巨大的轰鸣 以地震般的动静将地面顶开 破土而出 还没等人群反过神来 就开始肆意发射奇异的光束 被照射的人瞬间变成了一团灰烬 几乎在同时 世界各地都冒出了这种可怕的三体出气人 看来这些外星收割者 想赶在年前完成消灭人类的业绩考核 但在偏远的某某市 这里的居民们却异常从容 他们老谋深算 狡兔丧姑 机器人冒出来时早已躲得无影无踪 同时 屋顶上升起若干门起义的大炮 发射时无烟无业 却能将重型弹丸高速射出 弹丸巨大的动能 瞬间就消耗掉了外星防护掉的能量 而后直接命中机器人将其撕碎解体 只用了不到买一盒莲花轻温的功夫 苦心经营了几万年的外星人 就被这神奇的大炮团灭 这种电磁炮不仅能像线圈炮一样 发射大质量弹丸 还具有媲美轨道炮的超高出速 是电磁炮的新成员 叫做重接炮 它由若干单独的线圈拼接而成 发射时需要柱状弹丸 以一定出速进入螺线管中 当圆柱占据螺线管长度时 线圈就开始通电 形成沿轴线对称的磁力线 由于弹丸用非导磁金属制作 并不会影响平行的磁力线互相结合 但通电瞬间 穿过弹丸的磁力线密度增大 使金属内部产生了环形的 感生电流和感生磁场 于是螺线管的磁场与感生磁场偶合 磁力线向弹丸边缘收缩而分开 此时螺线管的电流继续增大 圆柱也在继续前移 二者的重叠面积开始减小 导致圆柱后方的磁力线重新结合 产生向前的斥力推动弹丸加速 只要能让线圈电流快速提高 使弹丸在重叠面积减小时 内部的磁通量继续维持增长 就能让重叠部分的磁力线保持偶合 并使后方不断结合形成持续推力 因此这个电磁炮是通过弹丸的感生磁场 使螺线管的磁力线分离并重新结合 来产生加速的推力 因此叫重接炮 而进一步研究推力产生的原因会发现 弹丸和螺线管重叠面积达到最大 线圈开始通电时 螺线管的磁场可看成上下两根磁铁的磁力线在中间结合 而弹丸中的感生磁场可看成一根新的磁铁 由于磁力线的偶合 这根新磁铁被一分为二吸到了两侧 使螺线管的磁场分开 随着弹丸向前移动 后方的磁力线开始闭合 又等效于把螺线管上下两根磁铁合并到了中间 正好和弹丸磁铁的磁集相对 于是在结合中形成推动弹丸前进的磁力 这样设计的优点是弹丸受到的镜像磁力很小 而轴向磁力很大 从而保持了较低的能量损耗 能让重型弹丸获得很高的峰值加速度和平均加速度 是未来打击外星人的利器 因此假以时日 一旦重截炮研制成功 而外星人还没有冒出来 它就很可能称为人类自我灭绝的利器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